是七点了,差不多七点,然后我在槟城升旗山的这一个印度庙这边,印度庙的旁边这边,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尝试捕捉一下这个咸蛋黄,现在是下山了,然后这边是西方,这边是西方,然后我们在捕捉这个咸蛋黄,有句话讲得很好,叫做西洋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只有一刹那的光辉,没有永恒,但是,也不用这样灰心啦,对不对,at least,你有一刹那的那个光辉嘛,对不对,很美哦,真的是很美,大自然,真的是美。 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1月19号,星期五,啊,批的是一个网络八字,问的问题是, 请问孩子毕业后,适合往什么行业发展,适合往什么行业发展?有人是讲说适合在大公司机构工作,然后呢,有人说是适合汇集,网络营销,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定制战略,发明商品,心灵辅导, 科学研究,算命师,等等等等等等,哇靠,然后呢,又有人讲说,命运好差哦,又讲说,激活土,用水金木,哇,然后呢, 其实我很简单的,我只是问他几十毕业不了,然后呢,他讲,读完今年,明年不懂要不要上大学,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都不要去想,先让孩子好好读完今年先,然后呢,再看孩子,要不要继续读下去,然后看孩子要往哪一个专业,然后过后,等他孩子选好了,你再来问, 这个才是对路,但是呢,他又说,什么,要想先了解才能计划,下一步该往那方面发展,也可以趁假期时自修,所以呢,很多父母亲呢,都是会犯的这个毛病了,就是说太过着急,太过紧张,孩子才17岁不了,你紧张什么呢,你做梦要这样紧张呢,呃, 有时候啊,就是因为现在社会啊,他,每个人都想发达,每个人都想快人一步,每个人都想抢先一步,就是这样,导致很多父母亲啊,都会有这一种,太过着急的心理啊,但是这种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会有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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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讲说,谁对谁错, 因为这个谁对谁错,根本是没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的,啊,他有他的对,他有他的错,所以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一个父母亲呢,太过担心孩子不了,然后你担心孩子,你去问一个八字的群,你问了一个,你又问第二个群,又三四个群, 我跟你讲,你这样问法一定啊,你会越问越头痛的,肯定头痛的,每个人答案不一样嘛,明白吗,所以,你要批八字,你找我,我有收费,但是,我收费一次,我批十年,批了今年,明年你再来,我再批,你整年的运势,然后,期间,如果你有问题,要粘瓜问世,可以,粘瓜问世,记住,不成,没有成意,不粘,不义,没有意义的, 不粘,不移,没有意义,真正疑问的,不粘,不成,不义,不移,不粘,如果符合这个三个条件的,什么事情都可以问,好吗,好,讲八字,还是要用回八字来讲,我们就来分析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我们可以知道天干呢,义根河,然后有一个丁火,然后呢,地支的话呢,是,笔尖克财, 所以,他只有一个丁火,一个硬,然后笔尖克财的话,就是很,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孩子呢,当然,他,对财方面呢,比较差,不是讲他没有财,只是说,他管理钱财的方面会比较差一点, 比较不会收财,比较不会收钱,比较跟财运的东西比较差一点,就是说,生意方面会比较差,所以,他本命呢,其实呢,财很弱的,不过呢,来到这个16岁,到这个,25岁的大运的时候呢, 物生一来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虚土,丑土,生生金,生两个亥水,然后呢,天干呢,火生物土,应生笔节,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大运的时候呢,他的财运其实呢,是很好,食伤运呢,是很好,食伤生财呢,笔节运又是很好, 然后呢,人际关系朋友多,交往多,朋友好,OK,食伤啊,就是这种年纪的,很精明,很精明的,然后财又有,当然如果他是男的话呢,应该有很多女同学喜欢他,我们就知道,哎,其实他这个状况,其实非常的不错,你看,本来大运破财,结果,本来本命破财,结果大运一来到,反而他的财, 他的笔节,他的食伤,全部都起来,而且天干又有硬,来生笔节,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他这个孩子呢,硬运就是读书嘛,OK,就是说,他读书,应该在,这一个大运呢,非常OK的,所以他OK的话呢,你就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嘛, 你就不要去干交集嘛,难道你认为说,你要孩子读,医学,但是孩子对汇集,有兴趣的话,你逼他去读医学,孩子会宠你嘛,哦,对不对,所以你的孩子的,大运这么好,这么漂亮,你就不需要担心了的,你先让孩子读完书, OK,然后他自自然然,他懂得选哪一个,他选了过后,你才来问,明白吗,可能,你问的东西,就是他要的东西,明白吗,然后接下来,你再看多一注大运,是丁位,丁位大运会怎样, 丁位,丁位,丁位,下一注大运,丁位,丁位,丁位大运,丁位大运,乙根和天干那两个丁火,然后呢, 地支呢就是蓄土 稠土 畏土 可害水 ok所以我们知道呢 在他下一个大运呢 就是26岁到到35岁的时候呢 他又在重回到本来的破财之下 跟他本命一模一样了的 所以他这个时间段呢 26到35呢 他的财运呢就会很弱 就是非常的弱 而且呢因缘也是会领 所以呢 当我们知道 这个大运财运很弱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呢 他不可以从事 跟这个商业有关的东西 就是不可以做买卖 不可以好像这样讲了 做创业 也不可以做跟 钱有关的那种事业 就是钱过手的事业 因为钱过手的话呢 一定会被刻完的 明白吗 所以那个时候26岁的时候 我们才 真正 要帮他的是在这一桌大运 而不是在这个16 到25的这个大运 明白吗 所以16到25 孩子才17岁 你先让孩子 读完今天的书 给他选择先 明白吗 然后他在这一桌大运 就是25岁前 他一定会赚到一点钱的 因为一个人 孩子刚出来毕业 出来社会 你要希望他赚大钱 是不可能的 但是因为他的财运好 他也会赚到钱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跟他讲 把钱好好的存起来 不要乱花 要未雨绸缪 因为接下来的大运呢 他的财运会很差 但是讲到来 大运很差 还有流年来帮忙吗 也不是说整个十年都差事吗 当然会有好的流年吗 然后呢 当好的流年一到的时候呢 那么才看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大环境是怎样 整个经济 那个你的身处的国家的 那些消费指数啊 信心指数是怎样 才来打算这笔钱 要来拿来投资啊 创业啊 还是继续收在银行 吃这个就是定期的利息 这样才是对 而不是一开始就紧紧张张 你要记住 你是活在今天 今天是2024年1月19号 你是生活在今天 你不是生活在未来 你先顾好今天的东西 然后稳着稳着 慢慢一步一步来 所以批八字 这样才是真正的 正道 OK 今天的八字批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